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辣的辣吗 辣 拿这个 这不是18块8吗 29块9 就只有这个是29块9 可那也29块9 就远 18块8就是2的 拿这个吧 你家没有盒饭吗 盒饭卖没了 好吧 这块要大一点 行 几号 我买了这么多 一共是115 然后加一个这个袋 他们家没有订完吃饭 然后我就去对面的商场 找个地方去吃 我先来看看他这个披萨 他披萨12块钱 这么一大一个 我感觉有点贵的 他这个饼皮其实挺软的 但估计应该是放久了 如果你回家自己热一下的话 应该特别软 嗯 他这个 他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层芝士已经硬掉了 等别人太硬了 等会去 还有这个麻薯 两个味道的 哇 他什么还有炒粒豆呢 你看到吗 我觉得这个比原味好吃太多了 麻薯就是那种 很有嚼劲的小面包 类似于那种口味 这个还很软 瑞士蛋糕卷 这个闻着就是有一种 那种冰淇淋奶油的味道 然后奶香味很足 我不知道这个和珊姆是不是同款 但是看着 这个 好软呢 我不知道你们是没吃过那个公主牌包的那个奶油 看这个奶油和那个公主牌包的那个奶油味道好像一样 下一个 重磅嘉宾 这个是我今天最期待的 这个叫火辣风味烤鸡 他闻着其实没有很辣 吃到嘴里就感觉辣了 但是他不是那种非常辣的 哈哈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会问的 啊那你吃烤鸡怎么能配甜点呢 对呀 吃烤鸡怎么能配甜点呢 嗯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想吃甜品的时候就特别想吃 然后一买就买好多 最后发现吃到嘴也就那么回事 还是鸡腿好吃 这个人员 他就会吃到的 那是什么 我会吃到的 我会吃到的 有没有人 那是什么 就得吃到的 它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些我肯定是吃不了的 我就每一个尝一尝 然后到时候就拿回家慢慢吃 毕竟这样特殊的日子 不止持续一天 白玉者 它这个就是蛋糕特别厚 但是吃不出来它那种很厚重的口感 就是还挺轻薄的 一点都不甜 是苦味的 然后它略微是那个奶油 是带有一点酸味的 其实说实话 我平时不太爱吃甜品 人人都说一个女生 有一个装甜品的胃 但是我的那个胃 好像都用来装饭了 这一坨方便面 停桃 ור 我这个甜品只要一吃可能就特别顶饱 所以也吃不了太多 然后我就想着给我的妈妈送去一些 给你们听听我妈妈的语音 吃人吗吃人吗快快快 去去去去 你要送一点呗 想尝尝 妈这么多我能吃了吗 快有爹的吗 走了 拜拜